我真的戴很多東西欸 我還有自己戴上這樣嗎 而且我放到很黑才給你 欸怎麼知道我喜歡黑的 今天是整人節目 我可以不要試嗎 比好 隨便拍都好看 然後因為當初我用了這個時候 我覺得效果真的太好 我也是 所以我跟所有人就是都推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學佛 那我今天跟我的彩妝師凱傑有一個約會 要來告訴大家我平常的 保養還有美妝的Tips Let's go 今天跟彩妝師凱傑的小約會 這是凱傑 給我介紹一下 哈囉我是凱傑 我第一次你不要這樣很煩欸 那今天非常的緊張跟尷尬 我看了一個頻道叫 俯伏不工作要搞好怎樣 我有看那個掉蝦的啦 掉蝦是昨天我叫你看你才看的 我有看巧克力的啊 好我必須要講 我第一支就是出來的時候 他看完之後就跟我講說 你那瀏海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必須要講 因為妝髮都是我自己本人 是喔 那你有沒有很想我 想你了好不好 好我知道就是自己化妝 還有弄頭髮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不過其實我覺得你蠻不排的 你只是沒有耐心而已 Yeah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有帶就是 非常多東西 我的保養還有美妝的一些東西 然後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Tips 我真的保養重點是 這兩個捏 這個很厲害啊 我的小晶瓶還有雙晶瓶 我自己啦 是先用完這個然後再用這個 然後因為當初我用了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效果真的太好 我也是 所以我跟所有人就是都推薦了 我出國必備 你會按摩按一下嗎 會啊 但我覺得你的按摩手把比較厲害 好你跟大家講一下你都怎麼弄的 我覺得量還蠻重要的 你要先去評估 這位藝人他的臉可能會不會太油 或是比較乾 去取決要量要多少 好就例如說 如果它Tips很油的話 你可能就會帶過 然後可能臉比較乾的話 避開 它有一個重點 好 就是我覺得這個平衡油 應該必須要按到有點發熱 你怎麼這樣做 這也不用那麼用力啦 就是發熱完你再用這個 雙導精華 然後我是比較建議 就是你大概壓個三下 然後是這樣子 溫熱一下這樣子 按摩完 然後這個 加熱之後 溫熱一下 但我有帶這個 這樣子我會不會沒工作 我會要你學走了 不會 好不好 你的工作是化妝 不是把它按 好這個 我是會平常會拿這來推啦 好啦我必須要講這個很好用 我有在飛機上面用 有啊我上次跟你試過 你就是用的 超好用 對啊我走過去有嚇到 怎麼了 有多可怕 沒有你拿下來臉很亮 OK 那種嚇到 那純的保養的話 像我都會用這個 睡覺前 起床後 是一個小秘訣 就是這個擦完 你用那個保鮮膜撿一塊 把它敷著 只有你在的時候才會這樣用啊 那我在家裡沒有這麼多時間啊 還好 那我還會有工作可以做 那可以 然後再用這個 那我現在保養講完了 底妝 要從底妝來講 底妝就是真的太重要了 這兩個 然後這是我訂妝的部分 那我先講這個 好啦由你來講 小燈泡 那你都怎麼用 保養完之後 然後上完隔離 然後隔離之後就抹上去 因為這個是比較薄透 所以你在外景的時候 其實我都算用這個 為什麼外景就用比較薄透 因為外景的光就是很自然 然後你只要看起來 它是主人高漂亮的這樣子 喔 手掌 是這樣 這個其實你可以一開始用刷子 刷完之後再用海綿 壓 也對 把它壓過一次這樣 喔 難怪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對 塗上 是塗滿 化妝師與素人的差別 這個像你有時候拍那種 代言的廣告 因為其實代言廣告光很強 然後又要讓你皮膚看起來 非常的自然 然後越然透亮的感覺 所以就是光澤瓶的一個嗎 對 OK 它叫小金塊 小燈泡有小金塊 24K 我希望它叫小金塊 小金塊 因為小金塊也是24K的 沒錯 OK 可以 然後這個我就定妝嘛 最後一拍 可是我比較建議這個 噴完要馬上用面子把它壓一下 不然怕會又出油了 可是我都用拍的 就是我噴完就拍就好了 還是建議一下 現在用面子壓啦 好好好 那你就把底妝拍掉啦 好 那我還要介紹我平常帶的 吃的發油 對啊 這個很好喝啊 因為其實我帶了超多東西 欸 這個還沒講到 古裝的時候可以用的 我是覺得這個很好用 是因為你T字真的比較容易出油 會幫你用用面子稍微吸一下之後 就是用這個氣貼 然後再壓一下 這需要跟你們講嗎 可以啊 你可以幫我說一下 我還帶了書頭髮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真的有在用耶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顏色都 這個其實也可以用來修容 而且這底色可以壓 就看起來很像陰影這樣子 好啦 我會用的 這個也可以當眉粉 每一個人使用方式不一樣 這個也可以畫 當眉粉嗎 對 就看顏色 看你需要的顏色 還是我需要幫你畫一下 好 下次啊 期待 好 然後頭髮髮油 我覺得它超香的 你用用看 我只分享你一滴 開小便宜一下 書竹 好難得你幫我服務喔 真的 給你感動 我真的帶很多東西欸 我還有自己帶上這樣嗎 我怕你二爪了 而且我放到很黑才給你 欸 怎麼是我喜歡黑的 好 我還有帶這個 我可以不要試嗎 今天是整人節目 不是 我們是分享 沒有小貨好不好 人家畫好裝喔 好 來喔 好 來了來了 喔 開始囉 那上次我有在飛機上用過 我覺得還蠻好的 他說就是可以讓皮膚變得更好 終於回來了 可以拿下來了啦 那你要注意我的妝髮 注意我的妝髮 好 可以看 我是為你犧牲的 是是是 好 反正這睫毛器是 因為你已有 所以我就去買了 對啊 真的很好用 是不是 是 那我現在要介紹我的唇膏了 他們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最喜歡的是 霧面感的 比亮面感的還喜歡 它有出兩款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有鑽石的 有鑽石的 對 然後它有 保石切面 它是保石款的 然後這是之前的皮革款的 那我最近很喜歡紫色這個顏色 這個 它是霧面的 喔 欸很好看耶 對啊 我幫你擦嘛 也可以啦 還是你要選這個 亮面的 然後有保石系列的 所以它的切面不一樣 好 那我幫你擦這一塊 好喔 OK 你為什麼這麼 好看 你剛剛是這樣 你畫的時候你也這樣嗎 沒有我都這樣啊 你這樣是不專業的那個 專業的介紹 畫的好像是專業 OK OK 你看一下鏡頭 我看一下鏡頭 我看得到我自己嗎 我要看鏡子 好啦就是突出來一點點啦 我們要鼓勵 讓大家看一下 突出來 沒關係人漂亮怎麼畫都漂亮 這就是我們今天示範的外運妝 外運妝 外運 外運妝 我沒有要再生了 OK 好了這樣今天 還滿意嗎 欸 滿意咧 我今天介紹就差不多到這邊 最後我覺得 還是要鼓勵你 保養真的蠻重要 不用鼓勵我啊 我很會保養啊 我知道啊 就是我怕你有時候打電動打太晚會 好啦我必須要講 我有時候很偷懶的時候 我就可能只擦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 這樣擠一下 然後它兩個都用 然後就走走走 好可以睡覺了 好啦 那如果我們拍重要的廣告 麻煩 要扎實的時候 讓我輕鬆一點 OK OK 不然你又嫌我畫太久了 然後底妝我覺得真的 底好 肥變拍都好看 皮膚很重要 你不應該是給我的tips 你要跟大家講 底妝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講了三次非常 好的太棒了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聽得懂 有啦大家聽得懂你幹嘛 我有唐國語很嚴重嗎 不是我怕說我們講得太快 或是已經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裡 大家已經聽不懂 我們到底在跟大家分享什麼 好 好的謝謝今天凱協 謝謝我自己 下次見 拜拜 那我可以吃香蕉了嗎 可以可以 你可以吃了 吃吧 好 現在打開 不要 不行 給我吃 好那你便說我便吃香蕉 好 欸口渴嗎 哇他真的很孝順欸 好啦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謝謝 好吃嗎 香蕉 好吃 真的孝順 當然好吃啊